勇气是希望每一位小太阳都能无所畏惧 就算跌倒也都能再次站起来往前进 在逆境中不为困难 勇往直前 88位荣获灵鸠山普人奖的学子 展现坚持品格的正能量 是很开心可以来领这个奖 然后也要感谢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推荐 也要感谢爸爸妈妈的教导才可以来领这个奖 然后平常在家里就是能多尽一份力做家事 就帮忙爸爸妈妈多做一点家事 减轻他们的负担 在家里我就是帮忙处理家务 以帮忙家人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 在冷身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小太阳们品德备受肯定 青道法师的一个最重要就是品德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家庭状况 再来我们的学业 那我们品德是占了我们50% 那我们家庭的状况跟学业只有占25% 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这些学生的品德的养成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学生在获奖以后 长大能够将这个品德的良好的品德一直延续下去 许多小太阳们已经成长为大太阳 将大众给予的慈爱与关怀回报于社会 今年总共有88位学生获奖 4位获得推荐入围全国普人奖 基隆区在这16年来我们总共领选了997位的同学 我们相信这个普人奖可以继续持续的在基隆地区 继续的发光发热我们可以造就更多的小太阳 师父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把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 很好的品德对老师能够尊敬对朋友能够友爱 然后将来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个可造之材 议长童子伟也特别到场鼓励 期待善念不断循环 林九三也长期推动生活及修行这样子的理念 我想对这个回馈社会的这个帮助非常的多 那我内心也非常的感动 今天代表这种市议会来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法师 也谢谢各位企业组的赞助 让我们小朋友有一个非常良好 然后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理念的环境中成长 祝福彼此2024年坚持品德 让爱与光照亮人间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